搞造型 我操 路人局你不用露臉 沒有 我今天沒用變聲器 我那個變聲器弄了 但我感覺直播間會有人狙擊我 用變聲器就沒了 我和榮耀TS三個人 我等他們呢 他們兩個在幹嘛呀 好 好 我们三排路人 军训一下他们俩 我就 我今天不干别的了 路人局里边买狼 给KS和荣耀轮流发薪水 我骗死他们 往死里整 对 让他们当着路人的面丢人 他们怎么这么慢呀 磨磨唧唧的 哎呀 我这不是 我主要 我主要大师赛之后 我主要大师赛之后吧 玩狼人杀有点伤 我不能天天玩狼人杀 我得换换脑子 我可以今天明天玩狼人杀 喂 喂 咱俩 咱俩骗荣耀一会儿 给他发双金水啊 我买原家 你买狼 然后就给他发发那个 发金水 看他站边好不好 OK OK 我直接买女巫 上来直接忙独KS 我直接买一首女巫 井上点杀天 谢谢欧黄哥的保时捷 谢谢 你们不许告诉他 准备 荣耀能说话吗 荣耀来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够了够了 开了开了 现在欢喜 等一下 你今天别开心别开 宋硕真爱你 为什么我的耳机里听到我的声音啊 进去就正常了 进去才正常 现在是手机的声音 等会儿进去就是游戏里的声音 好马上马上 我再设置一个场景 然后挡一下好吧 挡一下夜间的 马上马上 好挡一下 来来抖音的 我都来了抖音好几天了 我这头发脚的太傻了 我脚脚这么短 二代个似的 哎呦 我这头发颜色也不好 谢谢诚的这个单车恋人 谢谢 感谢 而且你看我这个心掌上的头发 他给我搓起来了两边 搓起来之后都变成黑色了 我直接来一首女窝 怎么说 直接来一首女窝 坏了没买到 我靠 我靠 天黑 请闭眼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 点点关注主播啊 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 谢谢 谢谢 累坏了 我爽了 你 你的那个云霄大厦 谢谢 感谢感谢 累坏了 没毛病啊 挺好 天亮 现在开始警整竞选 想要竞选竞选的玩家 请举手 我直接一个放弃竞选 KS慌不慌 打开 打一个九 九十一条一张九 就九二是很严重的 就是第二个警惠流感觉有点 有点白流的感觉 也景下本质上已经有一张狼了 我其实不太需要压两张 但是我不太喜欢 压井上没有发过年的玩家 我其实也可以留个什么914 肯定有人救他们 但是绝对没必要 就920的井卫 然后拿到井卫之后 我会显得去改 他怎么铁预言家 这个逼买的预言家吧 然后他真验荣耀了 就荣耀这个狼 他妈一起开黑的 怎么还逮着开黑的小伙伴弄啊 这必有问题 没有小狼 没有小狼 大狼之区别 就无所谓了 其他好像能说啥 其他好像没啥说的 好久没打这本 我是预言家 那个一月三 他怎么加持卡也不点啊 我和十二直接过卖 怎么事 五斤水 多报两遍 我皇子前面不吭卖 你验我第一点 先给大家报信录一层 一样我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第一天让人就是看图像页就女生就五号一个美女排所以就摸了他你就没其他意乎就是第一天让人随心所欲好吧 是个好人 石这个位置我 你说我要盘他是个汉跳 我觉得不太像我可能第一听感他是个炸身份 我先对话你这个石你要是炸身份我觉得大可不必 那我也起跳了 那行 他不放手那我就站就认他是个狼去盘 谢谢马下的保时捷 这位置长装闭眼说说这个石他已经给你起跳了高之位往井下滑擦擦了你还去盘他这个大身份 我是觉得石那个开门跳再加上他的发言不是很用尽 所以我不太我听他不太像是能吃那张汉跳 我是所以才有了这波对话 这是从不亏北二者会的选择 为什么要这个二 这个位置删为一张反向筋 石作为一张汉跳 石一那个位置我觉得不太能吃井回流 因为石十一如果做成双毁 石这个位置往山土里面做个杀 我感觉是在把石一就打入我的视角 直接打入我的视角 从他这个石一上交点位 所以我觉得石一那个位置可能井下开出好人台的盖面比较大 其实我大可以盘说石这个位置 我只是聊自己的感觉 石高之位开门一跳井下去开了多匪 那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石一应该大概率跟这张石蛮有好感 就大概率会上票给这张石 但是我不太想去就盘这些 因为我第一天我只是给你们聊出我的第一感觉 石一这个位置我不太想念 那么他的井回流留九二 我在想 是不是井下九二这个位置去开出他一张毁童呢 我会去打这个二的井回流 因为他往左这位置当山丢了啥五 是我的金 其他的都没了 十二这张牌我听 我不能说他这个位置给我压力 听了十的发言 简短的发言 不点评 他就是匪 也不能这样说 等一下听发言嘛 其他没了 反正还有三 而且1比KS聊的好多了呀 所以我就可以慢慢聊 好吗 1号比KS聊的好多了 1号比KS聊的好多了 10 10 10放着后这位跳沾边后这位 好吧 井上这个一点加字卡就跟没点是一样的 嗯 这个10 29的井回流 你井回流一个二 然后 12点平就是 可能是拿 啊 对吧 嗯 一元家你这么一张架式卡这么久的时间 第一视角肯定讲 哎 为什么10给3发沙沙 不给1112这个位置发沙沙 为什么要给3发沙沙呢 是不是又是为开多狼啊 对吧 他给这个井下发沙沙 不忘井上玻璃度 是不是井下可能开多狼啊 对吧 这不是一个一元家应该思考的东西吗 我都不知道这个一张架式卡到底在聊什么 10打井回流 你也打井回流 啊 你是预言家 你不要吃井回了 你不要对话井下的牌 你一张架式卡 都不知道在聊什么 虽然10那个发言 我听起来我觉得 哇 这不是炸身份的吗 验个三星历程都不了的 是吧 我听到是一发言 一不可能是预言家 我觉得 你要不点架式卡 我可能为牌 你点个架式卡 她说一不可能是 咳咳咳咳咳咰 只要你一号牌井下说 不是给你无洗头 我跟你讲我就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要骗骗骗骗骗骗我 因为骗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你紧下只要说 你没有给我洗头 我就直接在便利盘口气 你一呢 跳的并不是那么的好 实在那个位置起身的话 我说给个三甩一张叉烧牌 不太清楚 也没有聊太多的东西 就直接就过了 但你一号牌 你不好的点 就是你迟疑了 因为你在说 燕一的心路历程的时候 你中间停顿了 一秒两秒这样子 然后才说 因为奔着头上去翻的 你唯一让我觉得 有一些疑惑的点 是你的语气不够坚定 不够肯定 那紧下只要你说 你没有给我洗头 我就直接沾便利盘一号牌 四在这个位置呢 就起身说 如果一和十 但你要尊重一下 人家起码点了张加十 看你 你这样是多少 有一点点过分了 四号牌 过了过了过了 五号感觉不认识一 三十一上给张一 二九上给张十 来一轮评票吗 毕竟十四级赶不上十六级 好吧 我既然说安排评票了 那我都拍身份 女巫牌 不管你警察是赶枪 还是个守卫牌 既然说我安排评票 PK了 如果要说你不害怕 这评读可以随意上票 好吧 其他没什么聊的 二九上给十 不是威胁任何人 好人牌都希望评票 谢谢五位赢者的两个保时捷 谢谢羊曼丽的日出相伴 慢慢把你的那个逻辑理顺了 再跟这张十变好吧 其他没什么聊的 十一刀口好吧 所以说我安排三十一 给张一上票 二九给这张十上票 我已经对话你们了 别说你拿一张纽 你了不得 你有几瓶读 一瓶不多 只有一瓶读 好吧 如果你要渴望这瓶读 我不会说珍惜这瓶读 好吗 行 其他没什么 我给十号上票 我得听话 这个重点就是啥 他聊的不通 不通顺 对吧 这张十听了你五的发言 看看这张十对于你五和四的评价 好吧 其他能怎么聊的 上票就能废话了 好吧 所以说我安排评票呢 希望就说不管你是锦夏是狼呀 有个好 好人也好 都来一轮评票 十发言好 一发言不好 我相信如果十是狼的话 能干过这张一 好吧 一把逻辑在礼一礼 我估计这张一也能干过这张十 好吧 来一轮评票 谢谢Gear的CN飞机 谢谢 上给一 好吧 谢谢 我不想再多说一遍 有的人就说 你一瓶读 你牛皮来你读我 绝对满足 好吧 其他没什么聊的 过了 我上来就抱个刀口 然后就是说 听水发言 抱狼 我就会赏他一瓶 好吧 过了 太横了 这女巫 这才是女巫 井上跳女巫带队 发言 怎么会是十号 是常规发言 十是茶沙力度大 而并不是发言好 你要如果说 单纯发言角度来说 如果十发的是三斤水 一发的是五斤水 到这个位置 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就都会觉得 一发言比这个十好 十的发言是 没有什么亮点 他把他正常该聊都聊了 什么茶沙排到井下 我警察再留两张 然后你还有一个牌 要去捞他 然后 严实卡也没有点 其实 严实卡没点是硬伤 我觉得就玩到 主播去了 谁没点赚呢 谁没指账严实卡的 第一天又杀杀 一定是首先要的 把后路封死 不然别人会把你 发起 你点严实卡 主播是什么 地图就特别大 好人 但是没有啊 十是常规发言 一发言 四说 一发言点严实卡 反正不像的 一不是严实卡之后 落里巴塑的那些 反正更像一元家牌吧 人很啰嗦的那种感觉 反正 其他的评票之后再聊吧 都毕竟十第一个发言吧 软软度还是有一点的 在PK的时候听他 平时PK就如鲁无牌说的 一模一样的 就乱上跳呗 上完跳以后 平时PK再听一下呗 但是景象的话 我听非得是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 打一号玩家的点是什么 就觉得一号玩家 点了这颜色卡 不知道在聊什么东西 我也觉得四号像吗 我也觉得四号像吗 没有跟你点吧 那他又聊是什么东西来的 四号玩家 明天你就这样说 你知道吗 你就说十号玩家 他第一个发言 他能跟你聊点什么东西 至少别人一号玩家 有诚意度 跟你点了这颜色卡吧 那四号玩家的打人 就是不符合道理 就是强打呗 那他底牌是什么 只能为狼 但是我不知道四十勾还是冲 因为正常好人牌的话 本管一的发言怎么样的话 至少人家给你点张 颜色卡吧 你认为一是非 这个位子 前阵位十号玩家 没给你点颜色卡 十可不可能成立为一张 扎身份的牌 一这个位子敢给五 九张精锐牌 你是怎么去定义这张五的呢 你认为一底牌 一定是张狼人牌 那五在你心目中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的发言就是无非 为了打而打 打这张一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跟一共变 还是底牌是张狼人牌 就是要为十号玩家冲复见证啊 我觉得四是吧 七听不出来 我过了吧 我不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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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想信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发言 颜色卡不点 啥也不说 因为十号玩家 我发言的话 我压根前面是卡麦 我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支持 KS这发言 不是 KS在我这话 就是铁定的院家 因为他 他很有可能一样的荣耀 但是是个茶沙呀 我只能给时尚票 有没有横的敢直接给时投票 我就看看 我就想看看 有没有人敢直接给时投票 评票PK个屁 哎哟 哎哟 这 这就我一人给时 这 这 真横呀 这十一号 什么意思 任劳 我是没想到 给一头了 这不拿我们女巫 说话当回事啊 什么意思 生气 我要拱火了 妈 我投的一号啊 我给一号上票的 我觉得一四号人啊 哦 二号投的 首先 我这个第一天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我声音啊 然后 我第一天玩这个 这个主播区 挺开心啊 没想到就人胆大包天 给我发茶叉啊 那我就先交身份 我这里是一张守卫牌 然后我希望好人能站起来 然后我点的狼坑是四九十三张 就是 林峰的 花落长屏 那一肯定 因为他如果发茶叉 一就肯定是预言家 五肯定就是那个定好人 所以我点的狼坑就是四九十 因为九号投给十嘛 那我就一二三三 他玩了也挺多局了 我觉得他不会投作票 他技术挺好的 挺好的 然后他投给十了 他肯定是张老人牌 因为他还没听过三号牌的发言 他以他这个配置 他能投给十 他就肯定是张老人牌 那说女巫让我投的 然后对话 你这样女巫牌 我希望你能找对真的预言家 虽然你安排的评票PK 好像二号牌 没有提你安排 因为这个二号牌 发言很简短 我也定不太准 他的身份 我也不知道是啥 对于他是什么身份定义 至少他是投票 环球里什么说 我只能告诉你 九号一定是张定狼人牌 今天一定不能出我 出错我 出错我三号牌 我是一张守卫牌 他们就砍神了 一刀 因为你现在女巫已经跳出来了 知道吗 你代赌女巫已经跳出来了 如果出错了三号 他们晚上把一砍掉 就算你女巫 读掉了十号 他们场上还是有三张狼人牌 然后自爆 刀一刀女巫 再自爆 就是狼人的刀是绝对够的 所以说因为他查杀到守卫 我必须跳 好人也不能站错 站错如果出掉我三号 好人基本上就输了 好不好 因为我是一张锦虾的守卫牌 所以我的视角 高志卫发言 只能给大家开到这里了 我希望大家今天 能把 荣耀露脸了 狼人牌出掉 然后希望一号牌 留好他的警徽 留带领我们好人走向胜利 我就过了 我没敢开 我没敢开启 看别人摄像头 你把它堵一下就好了 好吧 我是所谓 我过了 我晚上手一 你一定要保证 一号有两天验人 是路人局你敢开 然后我今天晚上会手一的 过了 不是路人局开开摄像头 拧着别人万一 对吧 我觉得一二三八四个了 这个不是安排评票的吗 为什么九少票九就一定是了 这女巫说给她们一个评票 让她们再聊一论 对吧 你不敢聊 她这样发言 你不敢聊的 行 好聊 十七水六十女巫 十一是银水 四九十三个了 八打四的 七十二开一个 这个不是闭着眼睛就聊的吗 能盘逻辑的 怎么会盘不出 对吧 首先四起生的发言是 三 验三 没心路历程 已经不是很像远家 到了一那里 验五 对吧 首先她警徽留 能跟十是留的第一张警徽留的 十留的 她只留一张警徽留留 对警下的牌不对话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点 首先为什么 实惠给三发叉叉 四个冤家 一张驾驶卡 能不聊这些东西的吗 对吧 然后她告诉你 十一可能不是狼 是吧 这几张都不是开眼的发言吗 这个白说十一遍 为什么是狼 对吧 我不沾免疫吗 那个五六 五六都说医疗的不好 对吧 你觉得四十狼 你觉得要说医 哪里 说的对 说的对 点点杠 为什么呢 就 我想听 你很苛刻 你在那位置 你打一 你真的是打一五两狼了 一三五三张狼了 一在那个位置 十起跳 觉得相当诈事分的时候 他给张五号牌 甩一张精水牌 你明白吗 但是呢 就是 这个二号牌 我听得像张老人牌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 我不是守卫啊 二在那个位置 他是冒着要被毒的风险 去给这个二去冲 呸 不好意思 给张一号牌去冲了这个票的 但锦下的发言费极其减短 我就上票给这个一了 觉得这个一是个冤家 我是个好人 没了 所以我并不是那么的理解 你明白吗 安卖评票PK 你没有去上一个评票PK 但你又要去给这个一上 你给这个一上了 但是你发言又很差 所以我觉得二是个狼 今天可以外之位 不要出 先出上二 然后再盘 我不知道这个二是个冲 还是个狗 你知道吗 这个发言真的很差 那有什么用啊 那这不是豆那么高的 不错 好吧 今天出二 好吧 二号 我就威胁一下一吧 一号 这张二是想垫飞你 怎么 你的延时卡多 我相信你能聊过这张十 所以说这张二呢 不想来一轮评票 好吧 所以说呢 我希望你这张一把这张二给我归了 好吧 我在井上已经说了 你二但凡是枪 哥们 我领了 好吧 那一颗子弹我领了 真横呀 真横呀 在场所有人都想多听一轮发言 疯了吧 其实在篡改发言 哎呀 我生气了 不是 我们都听到是个叉叉 这帮人会不会玩老人杀呀 外就会出二干嘛呀 我今天号票归这张二 一时的轮次出二 听懂这个逻辑吗 妈 女巫不会玩 菜 如果你不要盘左两郎又两郎的话 就二四 两匹郎好吧 你把这张二给我抬了 我把这张四给你读了 三是首位五十斤水牌 我六号女巫 你再对这杯再去找另外一匹郎 游戏结束好吧 对话你十 你的票也会挂在这张二头上 因为这张二不敢让这张一和你评票PK 懂吗 因为我相信你十第二轮肯定也会点人试卡 一定能干过这张一 对吗 但说这张二不给你评票 意思是啥 第一 他不想让你评票 懂吗 所以说你十的票肯定也会挂在这二头上 对吗 我们论理来说的话 这张二都得走在第一天 他如果是枪的话 我这张六已经领了 那个枪 直接打我就完事了 好吧 其他没什么 没什么聊的 但凡你一时说 我能不能喷这个六号呀 告诉你 非常不好意思 撒毒 哪怕就剩一瓶毒 对不起 我不管你谁是阅言家 因为我做事 我能不能喷这个六号 不管是枪 他会不会玩游戏呀 一张女巫上来就送出来 在这 我认准了 巴巴巴巴巴巴 还要外之为戳 你是个狼人排 能铁人谁谁 我妈喷死他 第一轮发言就像个铁阅言家的 没有 好吧 所以说呢 我今天会这张二 应该没有问题 那你们别拦着我啊 我告诉你们聊了 好吗 一号 十号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哪怕不管说谁给你焊尿 对吧 你们俩都值得我尊重 但是我们先把这张二谈了 二是不怕我这瓶毒的 知道吧 我更不怕 我更不怕他是敢枪 直接谈 过了 牛 我觉得 二号应该是十一 至少 十一票出局吧 除了他自己以外 我相信初二 所有人都不会有意见了 对一来说 一号牌 现在其实 医院家面 对吧 二三这发言 三井下跳顿的 二给你双票 说了一句话就过了的 被二三其实会落地 二主要井下跳顿 我没有改 改那个十的发言 我是说十是因为 他有个查杀 所以他力度大 如果十一发的是个三精髓 单凭十和一的发言 一如果五精髓 十如果三精髓 肯定是会认一 我是原话子 这样讲的 刘二玩家 我是肯定同意出二 对一来说 也得出二 对吧 一如果不出二 那就一二双狼 所有场上 所有玩家都会认定 你一二是两张狼人 二是给你一头冲票的 所以一也得出二 三你也得出二 你别说什么 三给你的预言家上票了 你的预言家 现在拿紧推了 你三号玩家 对吧 待会你说十大会得派一张狼出来 跟你跳盾 你得手一 你得不腿保一不死吧 三 他刀你的话 等于是卖卖两牢吧 是不是 他不能刀你三 你得铁手一 十肯定也得出一嘛 十也得出二嘛 那二都没给你上景 回票的 PK都不给你的 所有人都得出二呀 六号玩家 你赌给谁啊 我跟你说 你现在默认给四 没问题 后面一定会有玩家 狼人排跳出来 说什么 今天不是二的轮次 今天是一喝十的轮次 你就这样好了 待会谁说这种话 谁开口 讲这句话 你把你的毒就赏他赏他喝 对吧 肯定会 狼肯定是想意识里面突出 白玉人家冲掉 肯定不愿意出 对不对 现在同一出二的玩家 有几啊 有五 从五开始的 五六 四也没聊过二 四也没输过 这个比打了个仙手 怎么办 二不定飞吗 对吧 二不是定飞吗 我其实说实话 三跳首位的时候 我都感觉 啊 二三十打板子 这怎么办 我操 三的中心思想 今天不是我的 我不会吃毒吧 我这人 聊逻辑 他我三我感觉 没给一半 这七号不是好人啊 我觉得一你也不能认三 是个铁盾牌 好吧 对 就是你可以压三 去铁守你一 我是个预言家 这小子有问题 我一定要压三 去铁守你一 三绝对不能自首 也不能守六 而 坏了坏了 三必须要保一不死 因为他在他眼里 一是他的铁预言家 好吧 我刚才我会投二的 后面的人自己表态 从我开始 所有玩家都在表态 你会不会投二 你会 你表态完之后 你就不能编票 对吧 你礼物牌的 三二玩家 你去把六守死 好吧 我去守十一 听明白没有 三二玩家 常常不是名好人 是十一跟六 你守六 我守十一 一倒牌 十名的处决 对不对 十倒牌了 明天一处决 对不对 十一倒牌了 八处决 对不对 六倒牌了 三处决 对不对 那不就完了吗 跳守位 点的南根 四 多少啊 四 七 九 十吧 好吧 其实我有想过 你可不可能 能叉叉蓝 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听完五的翻译 我都觉得五都奇奇怪怪的 知道吗 五说就我不是守位 紧张告诉我 我不太 就是意思就是 我不敢铁战免这战役 六 我在五那个位置 接着战金水牌 十六位给三丢战 叉叉叉叉叉 一干给我五丢战 金水牌 我就一定 一定 大概率会战免这战役了 你紧张的发言 告诉我 你聊了什么东西 这五二玩家 这左这位一定是开多了 你知道吗 嗯 是的 我定守十一啊 因为十一是名好人 银水牌 对不对 六号牌是女巫 三表就守六啊 六倒牌了明天三买单啊 十一倒牌了 我八二玩家买单啊 嗯 三二玩家敢偷到我这站八了 三二玩家明天直接 直接抬飞这站三不就完了吗 啊 一十里面倒牌的话 那不就是 除呃 除另外一站吗 这还需要做聊什么东西吗 嗯 那十二玩家 你那三玩家 你有胆就去 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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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刀 刀刘六 好吧 刀六里面出去 刀一的话 那明天抬石吗 你能刀水啊 你只能外面去刀啊 三玩家 啊 我今天守了九啊 我今天守了九 其实我犹豫半天 我到底是守谁 我看基本上都带投赢款 就一号玩家 九号玩家 十号玩家 不带投赢款 还有七号玩家 不带投赢款 我就奔着一个 初始的投赢款 去守的 所有时候守了九号玩家 但是三号玩家 这个位置跳手 为了 三号玩家底下 只能坐篮 但是我有想过 十号玩家 这个位置给三丢一张叉叉牌 可不可能成立为 蓝叉叉蓝 因为二号玩家 是紧下的一张牌吧 我记得没错的 我看一下 十号玩家 是紧下的一张牌 且我在想 一号玩家 作为三丢一张 这个位置 已经守我井灰了 前置位 大概率是 想摘为一的玩家了 三号玩家 这个位置 凭什么去挑战守卫牌 可不可能蓝叉叉蓝 但是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只是说 在于我守卫牌的话 我的第一视角是这样的 因为我紧张 认为一的发言 一定是优势 因为十号玩家 这个位置没点颜值卡 我对于开门 跳的一张 一张疑似院家 没点颜值卡 我是对他 没有任何好感的 好吧 这是我这轮听完 听完三号玩家 跟我对跳守卫 且五号的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 差的情况下 我在想 这个位置 可不可能一底牌是蓝 一三五为三 我是最爱想的 好吧 我在听一下 十号玩家的发言吧 以及一号玩家的发言吧 我定手十一 三号玩家 你想活 八号发言 没明白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点的狼坑 是四七九十啊 三号不是和你对跳守卫的吗 你是 发言失误了 你就是 可能是口误了 你不用管 这盘跟一号和十号没关系 我玩狼人杀 永远听女巫话 女巫让我井下 给十号投票 我就投了 女巫说让我今天出二 我就跟着女巫走 这游戏 狼人杀这游戏 女巫最大呀 因为 原家 这东西找不着呀 因为现在我已知场上 唯一的好像就是女巫 那我肯定跟着女巫走啊 我肯定不会跟一号和十号走 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俩 谁是真原家 那反正六号说出谁 我就出谁 那今天就出二 而且二号确实 他 我觉得他可以有这种 不听六号的这种 这种 行为 他可以自己私自上票一 他可以觉得说 他觉得一号就是原家 但是他发言他也没解释 对 那我接受不了 女巫都说要让这么玩了 那他敢忤逆女巫 我接受不了 我出二号 那个 还有一点 轮次 虽然是 一和十什么轮次 没用啊 我就找不着谁是原家 你又不知道谁就一定是原家 那就跟着女巫走呗 我是这个想法 后面你们聊聊 那个十号 我告诉你 十号你要是今天不出二 你可能就被女巫读了 我告诉你 好吧 我劝你老实点 我过了啊 我今天出二 怎么说 我这波表水 女巫吗 你怎么演 我给你投三 我验的查查我不投 跟你们投这投那 太横了 太横了 我验的 我去跟着女巫去投二 就算上了匪票 没怎么发言 有可能是一郎 那是不是还有百分之 那么0.1 百分之十 百分之几的 可能你是个好人啊 那我验的三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郎 我不投三啊 我不投三 我不是也投一吗 一号研跟我汉跳 拿我抢我这份 那我不是投一吗 行 我才犯阴阳怪气啊 本来觉得投票 给我设个好人 发言 你可能是说 听女巫的 那我就不管你 好吧 真好 然后二可能是个狼 二可能是个狼 但所有人都要出他的话 他理论上 尤其是你看嘛 看那个汉跳 到时候归不归那个二 他归二的话 二说不就有可能是好人啊 对不对 然后七的反正 紧上 你看两位像狼了吧 拿我们女巫不当事 怎么着 咱穷逼不配玩狼人杀了 就不配拿到 预言家这张牌 所以发言我听不懂啊 我第一个位置发言 我觉得没必要点家事卡 没什么好尬聊的 后面我该点 气死我了 那个点不存在 景下的话 莫名其妙就开始说 二四是两个狼 气死我 他敢不听女巫话 莫名其妙吧 就对他来说 一跟十的发言 没有跟 气死我了 很难去给出 谁是预言家 谁是那个狼 那个莫名其妙那些定义的 景上他是没给的 景下忽然就来了 所以其实很像个狼 八号人家反正也是 属于六不太会玩的 说什么守11 三守六 什么守六这样大的 狼不能外置卡 狼眼里面有八个好人 现在的好人 他不能砍是吧 非得砍10 非得砍6 非得砍11 砍完了明天外置排 是不是还得去分辨啊 你自己知道 自己是个守卫 外面的人知道吗 所以你说的那些招数 纯纯就属于 就是来搞笑的 纯纯来搞笑的 随便你怎么搞笑 景上反正你发的 也挺让人那个什么的 头反正我头三 三号人家都说四九是三个狼 九号人家 可不可以是跟着六号人家 那个建议去想评票PK投的票 三号人家是不可能 在那个位置直接摁死 九号人家一定是个狼 他只能打十是个狼 四号人家那个十个狼 他都打不了 这么厚吗 看着四现在 但是我觉得一号人家 加持卡白点了 来的都是些废话 所以他怎么点到 在那个位置 狂狂点四九是三个狼 铁肥啊 所以他那发言 不是暴狼发言吗 然后那个 我晚上没警会 我自己看着夜 好吧 我暂时是觉得一三 两个二七里面出一个 然后外面还得再找一个 听听十二发言吧 十二紧张是听我发言 直接放手的 然后自己挑一个夜 好吧队长 我投三啊 行 那我也投三 我也想投三 完了 十号你完了 你要吃毒了 哇 十号你是 怎么这么大胆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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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所思要你的发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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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算你验出三射 查查三票 住了 你应该说初一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说 初三啊 太大胆了 骑踏牛的尊严 十号排 我操太拱火了 这个 这个二号排 连个评票的机会都不给你 你一点怨念都没有的 我是十一号这么拱火啊 你这个神呀 别这个八十个盾吧 三十个狼吧 你这个识 你这个识在脏谁呀 好奇怪呀 难得有一个 就是难得有人出来带队 是吧 你还不赶紧躺好了 你还在这 跟人装 KS喜欢装 你这个识没跑了 要不然间 哦对 牛说初二 怎么着 你还想直接搂屎 还有这个 还有谁 还有谁 我说这个黑黑是什么意思 三八里开一个 哎哟我觉得就死了没了 虽然这个九号排发言 挺阴阳怪气的 但是 哎 但是还行吧 怎么说话呢 我觉得 齐了狼 这么简单 哇哟怎么怎么怎么说话呢 我们好好发言呐 这个音声预言家 这个 这个起来的这个八 我当时我是没听到啊 没听到这个三条队 我听你们后面发言 我在这就三条队 三条队然后对比一下这个八的发言 他这个怎么发言 我爬了狼坑 四七九十 他说的是四七九十还是四七九十一来着 反正有九啊 这个十跟十一我到底忘了 他说到事实上啊 反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 十一是路人啊 就我和荣耀 凯S三个人玩的 我老爸没听到过 谢谢妹的 两个万强烟花 谢谢谢谢 感谢啊 这个几啊 这个十的发言 他说他的狼坑 别的狼坑我不知道 他说二七里边开一个 你二七里边咋开一个呀 二都要被六出去了 为什么一花变得票 他看着里面要紧归 现在这个位置狂舔这个 女巫牌 哎女巫说对 谁谁谁谁 谁武力那女巫 谁今天 就是狼 就七这么去怼这个二 二是没有跟你上的警卫一张盘 你能盘二七里边开一匪 这是怎么个视角 我转头一下啊 因为编较贵嘛 对吧 这个六是个女巫 那如果说这一是个冤家 我这张二百 这个七有可能进坑 那如果说七十一张 二百了二有可能进去 这张二百 结果我今天不会出这个 我会出这个 啊 哇 我上二出十 过了 全要造反 现在这帮逼 全都不听女巫大爷的 十二出十 你告诉我 你认我是个预言家 然后紧上 你听到 生气 生气 生气了 生气 我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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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号牌 竟然站起来说 今天干这个二 我也不会是怕说 被你们说 啊 这个二是个好人 这个一要把这个二归出去 我不聊这些 十 这样起来保着这个二 要出这个三 那我今天就归这个二 我看你这个六 这个毒 你要我哪里扫 我觉得啊 我这个一一定是个预言家 左自卫这张二 一定是张狼了 跟这张十共变了 我今天去归了这张 啊 你人是信我是个预言家 啊 你可以把这张十都了 哈哈 如果你说啊 你犹豫不准啊 你要听第二天起来 抱怨人 可以 你这个毒过压了 你三八 我不管你谁是盾 盾这个六 他外之位 砍不了任何人 就这样告诉你 我一 倒牌 狼坑 很挤 我就告诉你 这个四 是我一样 为什么一样四 嗯 也不是说 六号牌 不要说我这个一 你是个 这个四 是不是跟你 打你一打这么狠 是你狼同伴 卧槽 不让他吃这瓶子 我告诉你不是 我认为左自卫二是个狼 二号是不是狼 让他别不是狼 不是说 说我逻辑盘清楚 逻辑井上盘得很清楚 十一那个位置 我觉得 不是跟 十一那个位置 不太能形成共编关系 三四个反向金 井下 盘四 四是井上 我就不该打这个二的井上流 这个四 我跟你说 你唯一的好人面 不是说你的发言 四在一里面有好人面 这么汗 在没听到三井下发言之前 你井上就这么汗 这一得把四打成定了 你也就这一点 你的逻辑没有 你的大 强大 你吃我鱼 今天归这个二 你这个六确定 不了啊 你一时谁就眼下 不顾我压着 你三八去给我读这个六 去给我守这个六 我一倒不了牌 就这样告诉你们 你这个十二 还要出这张十 可以 就你 六 自己去听 幼稚位 七 九 十二 他们三张牌的发言 自己去找 好吧 我给你留下一张五斤水牌 就够了 我肯定头二 我头三 这个B还有可能把我读了 我听女巫的 自己起来跳盾 我听女巫大爷的 谁是盾 我不太能分心 因为这个三 在听到一时的发言之后 它是个盾也该牌 好吗 其他的没了 这样这个是 说这个 够了吗六号牌 你这个毒 能不能杀到这张十 我看你 这一号发言不错呀 能不能把KS读了呀 怎么事 我看看怎么事 哟 四八十 四八十头三 二三头十 二三头十 真不给你无面子 真不给你无面子呀 应该是 四八九十 是个 对吧 我觉得 这把好像有个大神 这把狼王接歪 我就发发言 好像我听出来他声音了 因为我听到一号玩家像愿家 因为我听到死不太像愿家 我就把票头给他上一号玩家 我就把票头给他一 我觉得我平民嘛 我只是个平民 我觉得上对票了 对吧 愿家拿着警徽来 对吧 我所谓的 大不了把我堵了嘛 对吧 我在警下我就找愿家 我管你是啥 对吧 我就是投票的功能 我就投个票 坏了 他是好人 投错了 坏了 投错了 投错票了 他是好人 机会 大死 天黑 请闭 大家那个可以 这个喜欢看网下的 可以点点关注啊 点点关注 然后那个点点赞啊 帮主播点赞 然后那个 这个有条件的观众 可以加点粉丝团 花 花一毛钱 可以加个粉丝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要是更有条件 可以帮主播完成一下新愿单 啊 我的新愿单让我看看是什么 两个 两个抖音一号 哎呀 太贵重 太贵重 嗯 哦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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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说说错了 呃 大家要是有条件的话 是先加粉丝团 加完粉丝团之后 要是还有条件 就可以那个 加下那个VIP的 那个那个会员 这不 这不开毒 这里边你不会不会玩啊 里边毒都不开 我妈吐了 我是真想出这个 出这个诗 因为这个诗 就像我说的 这视角完全是炸的 怎么可能盘到27里边开一匪 在你的视角里面 2一定是那张匪盘 7在这个位置 要出这个27 根本就盘不大 且便结果已经开了一匪 怎么能盘到27 视角里边有这个机会 我就觉得华A1 再加上这个2 给这个1伤了一票 所以我说我要出这个诗 但这个1说 你12还没说清楚 为什么 这个10起跳 你直接放手 不发言呢 你还要出这个10 我不出10 我要出2 那行吗 那行啊 反正我认识个10个语言家 他说出谁 我出谁吗 对吧 他自己都不着急 我替他招什么提 其他我没了 80 80 又这位是80 对吧 这个2听起来也像个匪 为什么 因为我听2 2如果是一张好人拍 起身绝对会喷 绝对会喷 喷女巫 喷愿家 他这个2没有 2没有 我这不是罗甲 这是人性啊 这是人性鸟 那 我这位2是一张匪 你们刚刚盘了2开始4 是吧 这个4番 我没听到 我经常会再仔细听一下 其他我没 你看没了 过了 哦路人局所以不开书屏 哦哦 我觉得这个2的一言 有好人面 咋办 这个1不是说厌4吗 他给4发了精神 天哪 我听觉得2相好人 我会出10啊 因为10 像马的发言一定是个狼了 我不理解 远家要出 就是不出2 非要出这个3的 也不出1 所以我觉得这10一定是个狼了 2的发言我能理解 我觉得他的一言我特别能理解 他听这个9号的声音 想我也很激动 我都不会发言了 这个11号挺高兴呀 2如果是好人的话 6 6走了 6走的话 天哪 他这么高兴 这人能活着这么高兴 我好羡慕呀 什么意思 给我整齿筋了 122 13 1112 我验了70个精神 queasy 发言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那个弹幕大神都是什么样的 你就发现我都惊了 怎么着 我是个远家验了30个狼 我不能出3 是谁交给你们的 狼人杀说这个 茶茶牌 跳的首位 跳的牛 必须得上升轮子 2023年来 怎么着 天狼还留在17年的打法 不理解 不太理解 那你觉得我是远家 你就跟着我投 你觉得我不是远家 你就投死我 其实不用在乎 我到底归的事情 不用在乎那么多 那二号玩家 我没见他是个狼 所以我不可能去投他 他发现再是狼 或者怎么样 我都不会去投他 对不对 然后昨天 我说一号玩家 如果归二的话 那二就有可能是好人 对不对 一是个狼 一去归了外面一张牌 不归我远家 二是有可能是好人 二有可能是好人 那七是不是有可能是狼 所以说我说二七 有可能会出一个 那我去验下七 验了四个精髓 我也挺吃惊的 挺亏罪的 跟着六号玩家 这么玩的 我也没懂啊 无所谓 还是一样 头三啊 你们实际上 没有一个人 排了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 吃了个刀之后 这个谁是 争手 也没人排 那我只能认为 你们俩 都是狼 我懒得去找狼 本来其实像五号玩家 九号玩家 这种牌 都是理论上 都能存在 都是存在于 坑位上的牌 对吧 九个月 昨天也投的 五号玩家 说一号 只要什么 跟他对的话 怎么着 就想站他的边 我也不太能理解 反正 但现在你们 反正我听了 你们两个人发言了 我是没法记住 你们是好人 你们是好人 就是在起我怨家的脸 就是不想赢 对不对 那我还得怎么说呢 那言就很难发 谢谢Kiki的 嘉年华 感谢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Kiki是 我就随便逃了 新家群的 四群的那个 对不对 那个四群的水鸟 是不是 就投下了 就投下了 感谢 感谢 谢谢 不存在什么 那个 什么上升人子 什么这样大的 不存在 好 就这样过了 我 我是不懂你 10号 怎么就从你这个 这个发言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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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就听出了 怎么那么大的优越感 不是什么 就感觉你 拿个预言家 就看不起我们这种 平民了 那种感觉似的 不是那女巫 出来带队了呀 我觉得女巫 没什么问题呀 这女巫也是 你 景上挺横的带队 你夜里连毒都不敢洒吗 我要是你就把10号泼了 什么玩意 拿个预言家 就就 但是啊 那个尊重游戏的情况下 肯定还是啊 先出三 因为我记得 8号上轮说了 什么三去守6 他去守11 虽然我也没懂 8号为什么要守11啊 但是6号倒排了 那3号就是狼 3号就是狼 我们先把3号除了 1号还正好离线 哎 这等于说 又有一个狼没了 那再找 剩下两个狼就行了 10号说11 12是狼 那就 那就再说呗 好吧 呃 其他的 没什么 就10号 你拿个预言 你总有拿狼的时候 你不要 这把拿个 拿个预言家 就好像 那发言就看不起 我们其他好人似的 你要是没有我们其他好人的票 你不是也会该出局就出局吗 对不对 呃 我 那我 那我今天 我 虽然我挺不愿意的 但是我 我尊重底牌 我肯定先出三 因为 确实 8号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守11了 而3号 而且6号 昨天也说了 守 哦不对 1号 1号说了 去守那个6号的事 因为8号 8号 3号是被10查下的 所以3号只能听1的发言 去守6 那3号没有守6的原因呢 只能说是3号没有这个守6的能力 所以3号是狼 那我今天就出3 我过了 再次谢谢PK的这个嘉年华 感谢感谢 应该让我点开他 头像我看了1.6级啊 1.6级是怎么进的主播去啊 他怎么能 创改我的发言 创改成这样啊 我说3点的能量是4790 这是3点的能量 我什么时候点到4790啊 我都怀疑这个位置的话 135成立为三张匪 3这个位景下敢跳首位 还不怕5这个位置的话 去跟他对跳首位 且5的发言奇奇怪怪的 我是守了11啊 我只能守11啊 昨天1归2的 那一刻起的话 我听完1的发言 我都想去守1了 但是我听完2的1 我觉得24张好人排走的 他是狼的话 他在干嘛呢 我都想 那我昨天说了 我守113守6啊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1不可能守 3不可能守1啊 但凡1倒排了10就出局了 那3完全只能守6啊 那3这个位置倒排了 那我8就要买单啊 所以说我只能守11 我8倒排了3买单啊 我只能说奔着名号人去守啊 因为11为赢水啊 这是6号玩家告诉我的吧 其他的没有了 初3啊 那个3就一定 一定要去守6对吧 我说了我不守6 我守11的 那9号玩家怎么这么喜欢 这8号 9号玩家 这8号也是个财币 1.6的玩家 非要去挑拨你 我觉得10发言其实可以啊 他没有去瞧不起 这8号还能不守6的 那服了 我讨厌这种9号玩家喜欢挑拨离线的 哈哈哈哈 我操 哈哈哈哈 你怎么离线的 我是觉得2913个牢 3 8里面 本来我觉得是3 我看到6倒排 我第一反应 我也觉得是3 8今天发言 我觉得又是8 不像是3 因为反反着就考虑嘛 你都说让3去守6了 对吧 都说让3去守6了 3把6刀死了 300天讲不清楚的 对吧 理论上来说确实是8手11 三手6 大家都觉得不会去到6 那时候也可以博新来不守6吗 因为你没认二好人啊 那二怎么可能是好人啊 这怎么会去认二好人啊 给我发精神明 拉我的票 这10号玩家 坏的很 10号玩家 上玩家我是你粉丝 10号玩家 好像给我加个好友可以吗 我是看你的视频长的 看你的 看你的那节目长大的 我最喜欢听你发言了 真的 我 那 你粉丝 10号玩家 怎么说 南京双子星的粉丝 你拿好人拍的发言 听多了 非常有正气 你这把游戏 我只听出了你有杀心 你想把这三抗退掉 我只听出了你有杀心 10号玩家 我不会动3那样 我肯定投10号呀 然后 这个1怎么怎么离线了 快点 你们在四五发言的时候 开到1如果回来了 快点告诉这个1号玩家 请回头留这个9 把这个没脖子的咽掉 把这个没脖子的9号玩家咽掉 没脖子感觉感觉在打倒钩 在倒钩 反正我我我个人觉得 我跟10战编的 他说我倒钩 那你倒跟10战编呀 你要初始 要么2390 要么2890 鬼鬼 他们刀女巫去肯定刀 服了 不会刀预言家 后面明天还是得刀盾的呀 还是得刀盾的 380肯定要刀的 38可以看刀型的呀 他 101010一直在讲一个点 但我觉得10不太像预言家 他说 他说3是我查查 所以我肯定出3 如果3是狼同伴 8是首位牌的话 他这个发言是 有可能去拉3的好 拉8的好感 谢谢又有的私人飞机 谢谢又有 狼采狼这种感觉 就太刻意去营造这种感觉了 谢谢又有 我一也不去我就出3 然后如果3是盾牌 因为6死了 是有机会把3扛推的 所以9今天起来 也说要出3 9也说要出3 然后1号牌就离线了 那4号牌归个票 4号牌 我建议是归票10号 归票10号 归票10号 让一曲演9 KS不会被出了吧 我找KS 感觉要出KS了 11 12 这个4我震惊住了 这个4还能接个精神 我震惊住了 紧上那个4号牌 就开始去怼这张1号牌 就是昨天的票 这个4号牌也是 就是挂这个3的 根据这个10走的 然后就发这个4 我真的吐血了 这个4能是个精神 那这个4发眼 你就不要去听 今天这个9的狼面出来了 10 在那个位置就像是在 10 你们发现吗 10号牌 从头到尾 就没有张5号牌 在他眼里 10 我感觉他在买一张9号牌 你就勾什么勾 你给我冲啊 今天那张9号牌 开始告诉我说 要出张3号牌 谢谢大狗本人的万象 要吗 出来了 这个2 我认为是一张老人牌 走的 从我5号牌 这里开始说出这个2的 12号牌 是唯一发现 最正的一张牌 他怎么说的 他说2号牌 但凡是一张好人牌 他在那个位置 被一张原家牌挂走了 被一张女巫牌 就是 我发无语 可能是有愿意 包括我自己 如果换换座 我5号牌 我得把刀 我看一看 一张5牌 要赌我 一张原家牌 我给他上了票 结果他要归我 我肯定是有脾气的 但2没有 所以2在我这里 是一张老人牌走的 2如果去 我能不能喷人 1 2构成 两张老人牌的情况下 一去归这个2 干什么呢 是不是 第2个点 这个4号牌 如果我拿原家 这个4号牌 吃都不带吃 我一丁点 一眼的 劲都不带 进我手脚 我还只为 验出精髓 这个4给我出局 明白吗 我肯定占这个1啊 这个8号牌 就稍微 醒目一点 他说 是不是要8盘的 他说 你应该要盘 1 3 5 3 让老人牌 3的那个位置 跳了一张 井下的盾牌 不怕这个5号牌 是那张守卫牌 所以呢 这个 1 3 5 只能捆绑在一起 我井上就已经提示过了 我说你要进我 5号牌 这个视角 井下 我又提了一轮 你要进我5号牌 视角 10号牌 现在只能祈祷 一手1号不上线 那既然 我5是一张好人牌 2是一张老人牌 1是那张预言家牌 那3个可能是 在外面上洋牌 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逻辑 你们能不能捋得顺 能不能捋得顺 别的 我没有什么过多说了 今天肯定是出十的 好了 今天出这个十 我已经延下时卡了 这个1号牌 还是没有回来 就 没办法了 出十吧 这个四街精水 就不用听他说话了 我觉得就他占卜对边倒 就听就听就听 怎么说 靠四号了 这盘只能靠四号 一是一元家 啥是所谓 对吧 一人二是了 女巫说评票 他评票都不给 倒勾还要去电视 就这么勾 对吧 就凭着次度的风险 要去勾 对吧 然后三八对调首位 那谁更可能不首六呢 你有盘过吗 对吧 三号玩家打我四郎 可以啊 怎么能说九四郎 不是女巫安卖评票的吗 九的发言都没听 他打九四郎 对啊 你们觉得谁像首位呢 对吧 你们不要管谁是预言家呀 先听谁像首位 我听八像首位 我听三四郎 对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四号应该是好人了 对吧 那三八我肯定投三 你要 不要听发言 你论 你就打这刀 T恤刀勾啊 硬勾啊 对吧 帽子出去风险就勾啊 对吧 那三那个发言 我论不下 对吧 行 可以啊 接了真预言家的精水 这个我就给你语重心长的表表水 然后也希望你能认下我 你要是觉得十和三十郎 叉叉狼本轮你就投十 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我们现在轮次不需要讨论二是否是好人或者是狼人出局 因为你四号你接了一号的精水 你肯定是张好人排 今天你如果信一 你就投十 如果你信十 因为三是石子茶沙 你就出三 因为我昨天是守的一号牌 九号拿我守一号牌 这点打我是张狼人牌 因为九号说 九号肯定是张狼 先给你们给结论 为什么他是狼 因为他说八号昨天安排的 让我守六 他守十一 我是一张守卫牌 我怎么可能听一张狼人牌的安排呢 是不是 我肯定要守住我心目中的真预言家呀 因为一号现在离线了 我们好人少了1.5票 所以我希望四号你也别站错边 十号为什么是狼人牌呢 因为他打的狼坑非常离谱 十一号是银水 他都把十一打进狼坑了 他的视角也不进五 对不对 你四号接了这个一号的精水牌 十号视角也不进你 他的狼坑是一三十一十二 就是他视角缺失太多 这九号一直投票给他 九号怎么就在他视角 成为好人牌 他对九号牌这个也视不聊 但是九号牌 昨天的发言是劝诫十号牌 一起跟他去投二的 说明九十可能是两张 他们是两狼 因为他这样劝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怕十号被六号有误读掉 所以我觉得八九十是三张狼人牌 至于二是否是那张狼人牌 如果你能认下我是一张守卫牌 我们就先把场面上定的狼出掉 最后一张狼人牌可能是二 也可能开在外置位 咱们先把他们三个投掉 看看游戏节目结束 因为我也定不准二号的身份 你说二号的身份 他是没听女无安排 他是没听女无安排 但是他第一天那个出局的票行 不太像是个狼人的票行 知道吗 因为狼人性是个队友 不太会这么高的票行出局 因为的确二号不在第一天的轮次 是一范围内 说孕女猎手的板子 第一天外拢了一个 那个投票的 顶下投票的人 这有点奇怪 因为十号的景和流 第一天打的是二九 所以九号上票给他 所以九十一定是两张 所以好人今天一定要投十 因为一号挂机了 希望好人别站错边 我就过了 信不信信不信 一二三五 快快快快快快 没回来没回来 快点直接把三冲了 我们拍到 把三直接冲了 我看 四号一票 八号一票 九号一票 十号一票 四票 他们可能有五票 哎 有可能能冲得出去 有可能能冲出去 只要有一个好人站错边 冲冲冲 我看回来了 我操 他回来晚了 一号 快了 荣耀 被出了 首位被推在台面上了 荣耀 年轻有可原 那个七号 应该没理由站错边 所以我觉得狼人牌 有可能二 有可能是 用了一下 因为九号在我视角里肯定是定狼人牌 六号是要出二 九号是顺着六出二 且勋戒十号牌一起出二的 那这把粉针怎么也出不了平安夜了 那四号站错边了 狼人可能是七八九十吧 那没办法 那一号离线了 那那这这好人输了 肯定怪一呀 一号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怎么就跑了呀 啥意思呀 哎呦 哎 很讨厌 很讨厌 很讨厌啊 这样的玩家哎 怎么就离线了 很crazy crazy 然后我们没办法了 也没没法追轮次了 再看 虽然好人已经输了 我就过了 嗯 嗯 嗯 大家那个 没有没有点关注的可以帮主播点播关注啊 然后那个可以送送人机票啊 然后可以那个 呃 加加粉丝团啊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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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名啊 我拼名牌 听10号归票 我占编10号牌 我觉得8号玩家挺好的 7号玩家也不错 那个不愧是那个什么 可以的可以的 11能回头 11也挺好啊 那就投5 别人再投12 哎 那个引一手 一号人家离线啊 一号人家不离线 我昨天我不得了 我就没了 然后其他说啥 其他 不用点价值卡再说了吧 对不对 应该不用点吧 因为我是狼 我就直接认狼 我这个绑了888票了 但是得说一下 我不太能接受6号玩家 你们一开始那种玩法 和那种打法 然后我就这么说一下 大家可以忍者兼职 智者兼职 我就这么一说 然后你们老是说 2号人家 那个翻译是狼 是我10的同伴 我也挺难以理解的 随便 然后我就投5 验了50个狼 看看结不结束 说不定1号人家被那个女巫 逼迫之下 出了自己同伴呢 也有可能的 好吧 也有可能的 然后先把5投了 游戏结束 你出了5游戏肯定结束不了 那不还有1号没死的吗 不是10号说什么呢 我的天哪 你 你要不今天就出10 让5号自刀 就赶紧就完事了 好不好 10号 那个5号就跟你商量商量 能不能今天把这个离线的1给出了 1号出了 然后5号你自刀 行得 10号还不愿意 10号呢 那听10号呢 就出5吧 我过了 什么意思 还砸礼物 9号玩的挺厉害的 虽然只有1.6机 昨天 昨天挑拨那天 今天依然怪气的 谢谢水秃秃的 那种人的知道吗 那个抖音1号 9号玩家是大神 谢谢水秃秃 什么大神啊 大神 大神只有两个观战的吗 不应该吧 7号玩家 记得10的精锐牌 我昨天都听7反水了 说什么 他是10号玩家队 他怎么每个饭都骂我呀 我操我服了 粉丝肯定是个假粉丝 假粉丝一定跟10站边 谢谢水秃秃的抖音也好 谢谢 9号玩家我觉得挺坏的 这种挑拨临间 我太坏了 现实生活中就一定很可怕的一个人 怎么这么认为的 我们出5吧 出完5以后 我觉得只有12了 大概是135 12号玩家都已经迅速购卖任了 没事 你们难道就录我 反正我晚上可以自首 我只能守了9号玩家 我觉得90枪我就守了9号玩家的 我过了 昨天后来投了3 我这3昨天聊爆了 他说10位 他说10是个狼 然后说10为什么是个狼 因为10的视角是什么什么 10为什么是狼不是给你发茶杀吗 怎么变成 跟我们讲故事说 告诉我们说10为什么是个狼 这10都给你发茶杀的还是10为什么是个狼 所以他说完这句话我就想投3了 3号玩家 不知道有没有投对啊 应该是投对投对 口误也不至于这样吧 那10还得是愉远家 我真是10号玩家粉丝啊 10号玩家 10号玩家发源非常好 玩的也非常好 但是还没通过通过好友 10号玩家 加个好友吗 10号玩家 求你了 可恶 加我个好友吧 求你了 他今天投5啊 投5号 投5号玩家 拜拜5号玩家 你打这个50样狼人排一下 1 3 5 12 4样狼人排是吗 12号排自己认 问题我不是狼啊 你们觉得12人狼 你们出12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你们站错边还能这个样子 你们是站起来打了是吗 还是说2真的是那张狼 还是2 3 2张狼 5号 5号还在 厂上有3张 厂上有3张活狼 厂上有3张活狼 就 厂上有3张活狼的话 应该就已经就 坏了 出大事了 之后再继续 凯瑞了 直接站起来打了 你只能说 厂上 只剩2张狼 只剩2张狼 3和10狼 彩狼 这玩这样子的板子吗 这期说 我没有听 他口吱有点不轻 不知道他说3还是10 是3和10的 哪一张牌的粉丝 那说明他这个板子能玩出来 我出10啊 你们觉得12是狼 今天10和12的轮次 你们觉得12日狼 你出12 我出10 这盘我们算 不是 这盘1号不掉线 我们赢了 我们输了呀 我们就输了 这个 我对 那个 其实 这个 这 我的 嗨 太难了 过吧 天黑 请闭眼 哎 这路人 这路人局我觉得挺好玩 这路人局挺好玩 1号回来还都 不 1号为什么就不玩的 就不发言了呀 他每次都是能回来一趟 然后又又又又又走了 我还瘦了 没说我胖了吗 我就剪了头发 胖了 哎呀 这个路人局 路人局就会有人骂你 你知道吗 路人局 他骂你你就很爽 不是 我的爽 不是 我说的爽 不是m那种爽 就是会比较真实 就是路人他不让你是谁 也不惯着你 他不会跟你客客气气 他就是该怎么玩怎么玩 他觉得你 他觉得你是个菜逼 然后他就会喷你 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说那种啊 天亮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m啊 主播什么时候的 哎呦 我这心愿单就差一个抖音一号了 不会玩不成吧 就抖音一号就这 不抖音一号 12号挂机了 大家没事可以送送粉丝票 然后大家可以续续那个粉丝排那个等级 那个粉丝团的等级别 卡牌子没了 没有牌子观众可以卡一个牌子 一毛钱 谢谢大家 哎呀我平民啊 怎么还不结束啊 12牌你不行啊 我以为初五 初五就结束了 怎么还拖 虽然虽然我很喜欢你 就是9号的声音 但是但是浪费时间 好吧 所以你不是回头战偏我们 你是 你是觉得我们老绑票了呗 你是这意思是吧 他说我们在浪费时间 谢谢雪兔苏大人 抖音一号 投一号 投下一号你 投下一号 那个的确我们七八九十四千狼绑票了 绑票了 那个你们十一十二就别反抗了 好吧 不要反抗 然后我八号玩家 我给你点个赞 很棒 那个我们真的是天下苦 九号玩家久矣 你知道吧 有些话深藏心中说不出来 感谢你啊 谢谢你 没事八号玩家 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你别被这个十号玩家 这个这种这种 算了 时间长了你就懂了 不多说了 那个那就出一吧 好吧 搞快点 快快快 快 谢谢水兔兔的那个抖音一号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没没 高开名号 谢谢 谢谢 这九号玩家在说什么东西呢 嗯 这就明摆的 就是九号玩家 第一 第一轮发言就是挑补离间了 第二轮发言就是阴阳怪奇啊 这轮又跟我整一句 时间长了就懂了 我懂什么了 十号玩家 我是你的话 听完九号的发言 我听他不爽的话 我就怼他 怕啥的 你是怕九号玩家怎么的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怕九号玩家的 那你肯定不知道 一号玩家发言就更奇怪 怎么还不结束 一号玩家 你现在他咋结束 怎么结束 你能能跟着蓝队去斩变 请一战运日海 能能跟着蓝队走 就基本上的话就差一点 得亏一号玩家 你现在 不然这把游戏真的结束了 甚至PPQ的宝石阶 是十号玩家的粉丝 伦敦就要干十一 七号玩家 接着十号玩家的精神也是的 我是十号玩家的粉丝 我贵求你加我一个好友吧 伦敦我就要干十 就因为三号玩家牛炸了 所以如果我回头了 这什么粉丝 都是假粉丝 我跟你讲十号玩家 听九号玩家发言不爽 就直接干他 不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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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阴阳怪气的 都挑拨离间 这种人你能惯着他 我操 太恨了 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去反这个事 把好太恨了 是因为我听出了这个酒的声音啊 是因为我听出酒的声音 我感觉这把游戏是不是有套路啊 就是因为有脏东西 我严重怀疑啊 脏东西是什么 我想起来三只张脸了 好像 我要想三九十不会是三张啊 谢谢铁铁的保时捷 太横了八号 八号 三个发言喷了我 三个 我他妈这个发言顺序也是够烦呢 这个 这个酒要 这个B 这个B每次都在我后面发言喷我 其实跟十没啥关系 真的我反正没啥关系 我 我是 因为你看这个 在你十那边呢 哎呦 气死我了 然后嘴上说要出三吗 他把轮轮在我后面发言轮轮喷我 我就感觉 防一手 防一手九号 这个都是得防是吧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不能 不能 嘿嘿嘿嘿 好那没事情了 好那过来 解释一下解释 嗯 生气到不止 这有 很正直 人家也没说什么很难听的话 人家也没说什么脏话呢 谢谢云朵将的真的爱你 谢谢 声音都还好是吧 KS声音荣耀声音反正都能 我是都能听出来的 如果遇到 下一把 所以 所以是没有什么生气 下把碰不到吧 好了吧 游戏结束 好人获胜 这盘不复盘啊 没什么可复盘的 这盘属于拿人赢了 一号掉签了 我是多少集啊 我是个汉皮 我 1235没什么问题啊 二号是狼 二号一听就是狼 我怎么看自己是多少集啊 1.6集是在哪看啊 我不是16集吗 我16集怎么怎么是1.6集 哦他是说我1.6集 不知道 这个号是别人借给我的 这个号别人借给我的 所以我那个 集数就我大号是30集满集的 我大号是满集 谢谢丁丁丁的三个万象圆花 又感谢感谢 感谢丁丁的三个万象圆花 开是原家 荣耀 为什么开是不给你空间啊 哪原家要验你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不给我游戏提 你们俩太赖了 你们俩身旺压制 根本打不过 身旺压制 开是肯定买牌了 我我没买啊 我平民 我不知道为什么开是 还要买牌 然后就验自己人 真的妈行 就欺负自己人 一天到晚的 准备吧准备吧 不就买牌吧 谁不会 你看我这玩意买不买的 来你买 你买 有本人买 老子买 嘿嘿嘿 嘿嘿 哎呀 我不买牌 我随机 但随机基本上 天黑 请闭眼 天黑 天黑 是 天黑 天黑 是 都 在好 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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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